火车抵达台铁无日站 穿短袖上野的男子情绪相当激动 突然大脚一跨奋力爬上车顶 一旁的女乘客看傻了眼 下一秒男子遭高压电电击 躺在车顶上动也不动 身上还冒出浓烟非常吓人 有乘客听到声响冲出来查看 被电击的男子全身遭烫伤 痛到不行 想办法把着火的衣物给脱掉 从车顶跳到地面 没多久民众拿灭火器上前灭火 男子躺在地上痛苦哀嚎 救护人员到场把男子紧急送医 下午一点多一名21岁男子从彰化上车 原本坐在五车内开门后 他冲出跑到汽车外头 攀爬上车顶遭高压电电伤 当下人还有意识 但四肢和鼠息部二度烫伤 面积约36%送医院急救 车长全程目睹 但已经来不及阻止 爬上车刚好就被我们的车上 25000伏特的高压电电机之后 马上掉落到地面上 男子被25000伏特高压电电机相当危险 列车也因此受损 这起意外造成台铁2190次区间车 以及三线列车部分延迟 铁路警察也将厘清男子的动机 但这可怕的画面也让其他乘客都被吓坏了 记者连嘉庆 王百音 SM小组台中采访报道